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到礼拜天 这一天实际上是我们有大赛压轴的 就是第七场的这场韩国马师会锦标 这场赛事当然我们先稍后会给大家讲 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挑出另外两场赛事 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首先就是两岁马的这场赛事 看到两匹马不简单 因为两岁马还有剩下一个星期 他们就要转三岁 下个星期一场两岁的大赛 我们当然心中有一些两岁马比较好 但是想不到这个星期天的一场赛事 两岁马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 可以说让我们眼前一亮的 首先我们都说两岁马它要有前速 要能前领 再一个一定要有好排位在内篮配合 外篮的话通常都不是很有利的 但是这一场赛事这两匹马 在最后在早段这样子斗 是有看点 到了直升最后两匹马也是斗的是难分难解 所以我说这两匹马如果能去下个礼拜的大赛 真的我觉得试试看 因为他们跑出的时间也是很好 一分四点五七秒 这个在这个沙迪短图来说是不简单的一个时数 而且最近我们也发现一个就是让棒的情况 这个让棒下个星期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在下个星期三四岁碰头的时候 四岁让不起三岁 因为当时是最大让棒的差距 这些两岁马我觉得现在它已经都是跑开了的 而且这两品的身形也我们留意到了 就是今年上半年我们看了这么多两岁马的身形 好身形的不多 这两匹的身形就不简单 对啊五百多公斤的 好这场赛事三岁马匹的银天 我赛前已经讲了 因为让棒太多 没办法赢这些大赛了 当然他也把脚给割伤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场赛事 好了通常就是两匹三岁马匹 斗这个十匹两岁马 银天是属于有票的一匹三岁马 但是因为通常有这个SATA 然后就是这个强哥 摩登猿人都是两岁青帮50公斤 有这个速度有这个走势的 前领呢就是这匹摩登猿人 等一下我给你看前面啊 怎么从这个排位不好的情况底下呢 三步两步就走在前面 然后呢有分量的这匹 萨塔尔也跟上来了 现在基本上就是两匹 有能力的马匹在前面走 那第三匹呢同样也是一匹两岁马呢 就是这匹强哥守在内南 不过呢这个速度呢没有办法赶上前领了两匹 然后呢呃银天 他本来有这个位置的之前的演出 但是碰上这样轻棒的两岁马 速度不够快又割伤 所以结果呢就是有票而没有表现 就是随接累了 但是你看呢 头马跟第二名呢已经把赛事距离拉开的 所以为什么他们都做出这个1分4.57秒这样的快时间 这个时间呢已经是差不多接近他和千里的那个时速记录的 同彩一夜啊这个马主呢又多了一匹这个胜利军 我们看这个直程阶段的时候呢走在前面的马匹 那你看在内南的这一匹呢 本来其实赛塔尔先出头之后呢我们又觉得差不多是 你毕竟你在前领吧 已经差不多是用了七七八八了吧 没想到到最后50公尺这匹马还能再反先 这类的例子呢一年当中你不会有经常看到的这个时候 但是一旦看到一匹呢我们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来看看这边出闸的时候 从大外篮那一匹呢就是达赫千里的这个彩翼啊 他很快的从外面抢出来 迅速就是三四步就已经越过这群马了 其实我相信这个时候如果按照赛塔尔 他一路备战的这个战术来安排的时候 是他想在前面领的 结果没想到给这一匹摩登猿人先抢到前领 而且迅速切入占了内南这个好位 那变成赛塔尔被动了 他不追也不行了 但是追的话呢你又不能守在人家身后 你只能是走在外侧变成是望空迎风的这种没有车打 这个不简单的 因为还这个位要越过所有的马匹两个马位 然后移进内南了大概他在前面那个速度 要达出更快的速度 差不多快一秒才可以做得到 就跟开车一样了 对 你这样走不好的话很容易被后面的踢到 而且会犯规嘛 他没有了 后面马匹没有一匹给他受了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早段的含金量就在这里 再加上后面还可以被压过头再返先 第二口气的马匹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哪里像两岁马 就有这样的身形 希望够胆一点 下个星期报名 看看他有没有能力可以挑战所有的两岁精英 对你这样去的话呢 我觉得到那场赛事呢 可以说又添了一把柴 对呀 那我们看完这场赛事呢 还要挑一场赛事给大家讲 就是在第五集里面呢 一年当中你也不经常看到的现象 就是一匹马可以三连结的 数回去三连结 第五集已经是三年前的两匹 都是一传奇跟这个经典乌龙 然后今年呢又有一匹出现了 就是天气神力 想不到了很快又出现第二匹 好像是一要就不出 一出就出两匹 对 然后我们来看看全民超人这场 赛事怎么赢的 他也是用前领跑法 不过这场赛事呢 他就没有刻意去前领 他是看你们的那个比较主动一点了 他在外面三号码 黄色眼叫红帽那一匹就是他 他也没有说是拉后面 或者是一定要抢在前面 出来之后呢 看你们怎么先走啊 然后我才决定 发现了速度不快 那匹大亨在前面要走 反正我排位不好 我跟你转弯 第二叠转弯 我不抢过你 因为如果我这个时候太早用力抢过你的时候呢 可能我本身的那个体力会用多 特别是他今天的头中比最近两次都是重一点的 所以在阶级对这匹马非常熟啊 所以看到有人前领 他就不走去前领 跟一个好位 那这匹马呢 弯空也不是说抢头的 然后呢另外一匹呢就是徐总员在常赛事出3匹看到步速不对啊 因为52秒多的那个800公尺呢这样子慢步速不行 那所以呢他很快就在900公尺的时候呢上来就希望把那个速度拉快 全民超人也没有动 因为他明白如果太早发力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发力点 你要清楚在哪里发力 你发力点太早的时候呢对你马比没有力 所以他大概700公尺才开始拉出外面 你看就不要守在人家后面了 拉出外面 但是也没有说是一定要推过对手 然后到500就要退啊 因为如果不退的话呢这匹马没有后进的 所以他那个发力点就是因为他骑得很熟 对这匹马的体力在哪里有哪里没有呢 他非常清楚 所以虽然说不是单独前领 但是他700公尺已经是尝试把对手甩开 然后呢直撑的时候呢后进有多少 这个第五级的马比特别世界常赛事 唯一有状态的只有一匹上车 但是他的能力也不强的 所以追来追去也没有办法追上 全民超人就这样子赢出他今年的第三场冠军 当然了这个还是在第五级啊 今天呢可以说对他来说这个拖中呢 是已经是差不多到那个边缘了 他也是不会保留这场赛事他希望赢 那幸好早段的时候呢 有另外一匹马呢去给他去做这个步速 那他就跟在这匹马身后省了不少的小程 而且这个刚才马会也说了 发力点选择的正确与否呢 直接关系到这匹马这场赛事能不能赢出来 那所以他最后呢没有说是过晚的去过迟的去发力 他在进弯之前就已经是带去那两匹马的外侧了 如果他稍微晚一点的话 后面的马一上来把它包在里面的话呢 他可能真的是受阻也说不定 所以这场赛事整套这个表演下来是行云流水的 没有任何犯错对这位见习生来说呢 对这个马主对这匹马对这个猎马师各方面来说呢 我觉得都是真的无可挑剔了在第五级 真的是也是我们替他高兴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翻看两年前的带哈 大概一年前的带 我说这比全民超人没有表现的时候 我说等他中长途了 所以结果呢擅长千八公尺呢顺利的赢出来 所以也是看得出有些马匹 年轻时候没有成绩不重要 你有耐心去把它调整就最重要 这个也能看出高刚的这个训练方法 训练风格 他的马匹的常常就是这样 一旦来了以后啊试准了以后交出成绩 他会把它用尽再说 当然了下一场赛事就是他最大考验了 因为一定去第四级的 不应该在第五级的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了 先替他高兴这一场先 那我们就要讲这个大赛了 在这场这算是邀请赛了 韩国派下来两匹 他们在韩国是可以说是顶级了现在 那这两匹马呢来到本地以后呢 是有冷有热的 这个我们本地的马匹呢 对他们也是多少熟悉的 因为我们有转播韩国的赛事 所以其中有一匹呢是 也是有看好有支持的 对啊强劲啊 他在第一局在韩国呢 两场赛事赢得非常的清脆的 四个马位六个马位根本没有对手的 但是我看啊 如果看完这三年的赛事啊 我们只要只能拍第三级的马匹 跟他们斗 他们才有机会 但是如果我们一起去北上韩国跑的话呢 现在有有日本的有香港的你你如果你想这个有成绩的话 你还得考虑这两方面的 而且呢要拍那些体力比较强的马匹 因为他的沙太宋了 没有体力的你最后真的是穿步难行的啊 其实回归到这个最初那一年我们去的时候这个巴迪诺 我觉得需要那种沙地马又比较耐的那种 对对对 比较有利一点的 强劲一点的 你看巴迪诺去了之后回来还有成绩 所以就怕那种你去这样一坐飞机 这成绩就不行了那种的 大家看看啦 等于大概两三个月之后就轮到这个韩国举行了 是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场赛事 好了特地独行三岁马匹呢 我觉得这匹马的进步真的是很明显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在休斯之前的那个赛事 跟休斯之后的赛事呢 差不多进步一秒钟的时间 那上一场赛事的第三级的1100公尺的赛事呢 他之前跑的时间呢 大概是跑出五秒多的时间 但是上一场赛事赢马呢 结果跑出四点多秒 就代表说他这个赛事呢 已经进步了一秒 然后呢轮到这个1200公尺的沙地赛事呢 他之前跑的1200公尺的时速呢 大概是11点多的那个时速 然后来到这一场赛事呢 他就跑出10.95秒 又代表说呢 他是休斯回来之后呢 这匹马完全升高一个档次啊 每一个赛程都快差不多一秒 哇 那一秒呢 大概是一个半级别的啊 所以我估计这匹马呢 有90分应该是没有看错的了 他这场赛事当然也是有马匹帮助他了 因为前领的马匹把速度拉得非常的快 他都喜欢这样的快步出 只要他的体甲没有再出现问题 这匹马呢可以去到90分 也没有说是有大困难 沙地短途呢还是有一定的分量啊 看看他以后的进步有多大的啊 那这场赛事呢 前面的两匹马呢 这个斗前速斗的是难分难解的情况下呢 他呢就是借助这个步速 而且这场赛事呢 我们也说了 有一匹呢就是 其实一直是留在这个班级的马匹丹尼尔 他呢在这场赛事呢 也是算是没有让我们太失望 他都有一个位置交差 而这场赛事呢 沙漠风暴就是另外一匹呢 让我们也是稍微有一点意外的 他本身呢 我们说他可能会在这场赛事拼 但是没有想到呢 最后威胁性最大的就是他 来看看这个进入支撑的时候 前面呢内篮的那两匹呢 就是在早段已经用的是非常多的马匹了 我们看看这外侧啊 最美妙外侧的灰马就是丹尼尔了 那更外侧的看到这个特立独行 现在才开始打变 但他身后紧跟着的其实就是沙漠风暴这一匹嘛 他是把假想机设置为这一匹特立独行的 其实想要偷袭 但是还是差了那半个马身呢 但是你在直程从高空往上去 没有办法过他 对啊 一直维持这个距离 你这是输定给他的 好像丹尼尔就是说是 我看你们怎么跑 反正我就在这边啊 他的心态比较平和 我都说嘛 他打一个截扣都有这个分量 反而是我觉得沙漠风暴本身不一样 他他没跑不说 但是他心里想了就是 你不要拖大 我会在你身后 我想要偷袭 最后也看出来真的是他在偷袭 这些冷门的马匹呢 他没有想赢 但是呢 他就偷袭 希望能拿到一个配角了 这个去年我在这个年终总结这个特别节目上面 已经把这一批特立独行我们选出来 就是说是他可以说在三岁里面的进步幅度最大的一匹马 他后来就跑一个是越跑越瘦 再一个成绩也越跑越不好 最后就去休息了 这一轮回来真的是我们也知道真相大白 原来是提的问题 对啊 所以两场赛事你看得出来 他进步大概是每一场赛事都进步一秒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进步了 所以往后呢 你就不要再以为他是一匹第三级的马匹了 最少第二级顶了 我们现在敢不敢大胆的说呢 因为七月一过他也就换岁了 那就到了四岁这个阶段了 短图了 现在来说短图了 本地的短图马匹有一点的凋零的感觉 现在还好有他现在有起色 对啊希望了 接下来下半年重点关注他了 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就顶梁的了 对啊他早一点先打败快银 快银战胜还是沙迪短图稍微好一点 我内心觉得你如果你就算打败快银 快银现在的年纪 对但是你首先要挑战最强的那匹沙迪王 就好像现在很多马都可以打败战胜这样子 对了对了先打败他才说 好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礼拜天的裁判报告 也是很多这个状况出现 首先呢是二场二号迎天他是割伤 而五场五号的明智的银马 但是他右前提提提拖落 六号的军事强大 骑士拖登 八号高阶 赛后发现心率不齐 以及换上了这个喘名症 十号的追梦传奇 这是右前提提提提拖落 那六场十号肯尼迪 这是气管痛 七场七号七金刚 左前提提提提拖落 而九场五号的首都 则是左后提的提提拖落 我们来总结一下 星期天的这三场赛事 第二场十二号摩登猿人 潜藏惊人 毫码典范 第六场三号全民超人 今年三节非常难得 第七场十一号特立徒行 进步良多 短途新贵 这个参与过也欣赏过了 这个星期天的这个大赛之后呢 我们下个礼拜是实际上是有这个我们两岁码最后一个检阅 对也是很多马匹的最后一个转岁的那个最后一次的机会出击的 加上这个礼拜如果这两匹马也是有兴趣报名的话会更加的热闹 希望那个两岁码会更精彩一点 是我们这个下个礼拜呢 记得礼拜五的第一场是累积了 三万九千多 这个将近四万块的四中彩 所以下个礼拜呢也是非常热闹的一个赛事日 那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赛后点评赞了 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